美的新闻现场直播 观众朋友早上好 我是袁林 欢迎您收看 今天是10月23日 首先带大家来关注一下国内的这些消息 宪法最高法院本周一 以2017年第七号大选法令 为依据驳回了有关政府总统候选人 70岁年龄限制的请愿书 昨天在雅加达宪法法院大楼宣读裁决的听证会上 首席法官安瓦尔·乌斯曼表示 法院审查2017年第七号法律第169条Q字规范的请愿书 决定驳回总统与副总统候选人 最高年龄为70岁的主张 安瓦尔表示 请愿者确实具有提交现状请愿书的法律地位 但是该请愿书的主体完全没有法律依据 法官安瓦尔·乌斯曼 二、拨抬让交 flow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